有趣的灵魂万里跳音,好看的电影天天都有,大家好,这里是玄武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恐怖电影,福江的第三部,大锤是一名画家,一天他正在为女友福江画肖像,突然控制不住,自己把女友杀死,目睹这些的二狗和三傻,帮助大锤埋葬了福江,但是从此以后,大锤就生活在噩梦中,朋友们安排了聚会来帮助大锤放松心情,大家聚在酒吧里喝酒,这个时候进来一个女孩坐在大锤旁边,这个女孩和死去的福江, 一模一样,二狗和三傻看到后很震惊,怀疑着是不是福江的双胞胎姐妹,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两人惊恐不已,大锤竟然自杀了,为了搞清楚,大锤自杀的原因,二狗来到福江的埋尸地,发现福江尸地果然不见了,这个时候福江出现在二狗的身后,但是被二狗用斧筒打死了,再次将其掩埋,几天后,福江再次找到三傻,重要二狗知道福江不是一般人,甚至说他根本就不是人,但是经受不了迂惑的二狗,还是和福江在一起了,二狗的妈妈却不喜欢福江, 他给福江倒的饮料都是毒药,他没想到的是福江一口气,全都喝完了,却完全没事,一不做二不休的二狗妈妈,直接杀死了福江,甚至还分解尸体,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福江的头颅竟然还会说话,三傻的女友用了她从大锤家带来的一只口红后,逐渐变得怪异,原来这只口红是福江曾经用过的,三傻的女友拥有福江的记忆,成为她的替身,不久之后,二狗的母亲离奇去世,嘴巴里还长出福江的头颅, 一天,三傻下班后看到二狗和自己女友私婚在一起,愤怒的三傻把二狗轰了出去,这时,三傻的女友突然说自己做了一个梦,听了女友梦中的地方,三傻觉得很像老家的祖长室,他们连夜开车回到老家,同一时间,福江从三傻家的祖存室里爬出来,三傻的女友完全被控制住了,三傻决定烧掉福江的尸体, 以防止她再出来害人,疯狂的二狗轰了出来,和福江一起被大火烧死,三傻和女友到瀑布边,女友决定跳到大海里,摆脱福江对她的控制,三傻劝说,女友会想办法来解决的,这个时候,女友的脖子上出现福江的头颅,下来呆了的三傻就被女友拉着一起跳入大海中,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福江吗?福江就是人们心中的欲望和贪念,如果你的心中长存真善美,那么福江一定可以被赶走。好了,本期节目就讲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评论哟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,再见啦!